那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了 同学我们目前呢是在这里了 看一下 那我们呢是在这个说一切 法治论与大批菩萨论 那这个法治论大批菩萨论呢 我们是在这个法项的如实分别了 那我们预计啊就是可以把它完成 那到第四项第五项啊 就是42章还有分别实质的论法 那么呢前面那些呢翻译跟主治 法治论与六分阿比达默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法项的如实分别 他说佛法是不满于生死流转的现实 而倾向于涅槃环灭的修正 那么呢所以啊有分别之相和共相 然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这边呢佛法是分别说法啦 这样啊 然后过后啊到第二啊 就是啊就第一类是这一个了 就是诸法性向静态的分别 过这一边呢就有提到就是啊 他说色心心所啊 心不相依习无畏啊 就是五大类啊大纲已经成立了 好来我们到第二项的部分 来有请师敏读一读有请 法或一类一类的法 经体用的分别而确定 如一切法分五类 经法分为六四等 这是变异的自相观法 一一法与一一类有种种不同的通便的共相 这在论中虽也说到 因相应因不相应 有所缘无所缘 有直受无直受等恶门 而最重视的是五种恶门 五种三门的分别 有色无色 有见无见 有罪无罪 有肉无肉 有为无为 过去现在 过去未来现在三世 善不善如第三性 欲见细色见细 无色见细三见细 学无学非学非无学三学 见所断修所断 不断三断 不同类的恶门三门 不是分别一切法之相 而是通于一切法的 如过去未来现在 不定属于一法 而便通一切有为法 所以大批佛沙论说 通慧殊胜智者 由此恶法通达一切 使恶变色一切法部 从恶门三门去观察 能绝了一切法的通变相 从通变的恶门三门去观察 一一法实 能更精密的了解一切法 如意识在五种恶门中 是无色的 无见的 无对的 有为的 通于有漏无漏的 在五种三门中 是变通于三种三类的 所以虽同样的是意识 而可分为众多的部类 如约三信所 可分为 善意识 不善意识 无记意识 无记又可分为 永不无记 无不无记 可就成为四类不同的意识 从后人 从三信 三界 三学 去分别意识 成为十二类型 每一法 从时间 空间 性质的不同 去分别 重重分别 成为无限多的 一切法 自信 一切法 不出于这些部类 要理解一切法的活动 与彼此关系 不能不从这些部类去理解 具体的一切法 随时随处 而有复杂的不同情况 阿彼达摩论者 是现实的具体观察者 好 感谢 来我们小话这一段 殷胜导师通常最出色的句子 就在最后那边 是你有没有觉得对不对 哇他最强 就后面那句 就已经很慷慨全部 很鸣 很会写作 诶 世音你写作有这个本事吗 真请 还是我们写作都离题 他最后那句就最棒的了 每次都是这样的 做summary 就第一句 最后一句 就写到最后给不要了 真的厉害 好来我们消化这一段 好来我们消化这一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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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用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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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呢 大家 应该是 然后